抓出来,从哪边抓呢,从那个日的部分抓出,从那个日期 那你要去看一下,到底是在第几列 我要的资料在这里,我要丢的资料在后面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应该要放在前面 所以呢,前面的部分就是Sales Sales,刮弧,列的话呢,就是I嘛,对不对 然后,逗点的话,就是我要丢在第I欄 所以这边,干脆打一个I欄,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它的来源,后面就是来源,来源从哪边来呢 从Mans,刮弧,Day,那Day在哪里呢 Day就是在前面那个Sales,刮弧,然后呢,也是I嘛 因为一直往下,对不对,然后逗点是在哪一栏呢 H,所以这边的话呢,就给H,好,刮弧起来 然后,还有什么,少一个后刮弧 因为Mans有前刮弧,还有后刮弧 那我讲过嘛,你如果油标移开的话 这个Mans会变大写表,是一定会有这个函数,没有错 OK,好了之后的话呢,程式就写完了 总共四行,上面有几行 不管了,反正两种方法 那哪一种方法好,那就看你自己了 如果有些东西你不熟,那你就先录,再来写 如果你已经很熟了,你就直接等啊,直接就写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确定范围 第二个呢,你要用哪一个函数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你不要急着,马上就直接按执行 或者直接给他一个按钮,这样可能会出错 直接怎么样呢,先把它拉到旁边一下 这个可以稍微再缩小一下 按一下F8 我们就有没有放到里面,按F8 看一下 先取得X,是不是1,2,1,没错 往下 所以呢,I现在等于2嘛 然后丢出去的话呢 它有没有丢出去我们要的东西 诶,有没有,3就出来了 然后再出去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老师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它变成,月份变成0 比如说3月就03,1月就01的话 那怎么做呢 就是前面那个范例嘛,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为了避免说 它这个格式里面不是文字而产生错误 那你就把前面的东西再拿来怎么样 拿来用就好了 你就在那两行嘛,对不对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全部把它跑完 执行完毕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诶,城市就完全没有错误的执行完毕了 那当然同样的方法 请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呢 在城市里面 再增加一个什么呢 年跟日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拆解 这边应该叫拆解月 拆解月的VBA 后面加一个底线 VBA好了吗 拆解月 然后再拆解年 再拆解日 那城市呢 非常好写 其实很简单嘛 复制 贴上 改一个字 然后呢 这个改一下 那函数的话呢 有mance 也有year 那有个day 就完成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 放入冰箱